南投醫院往年在春節前後都會在仁壽公園舉辦疫診 受到疫情影響而停辦 今年則因疫情緩解 日前重新恢復這項關懷皆有健康傳愛的疫診活動 也結合家和社區發展協會提供熱騰騰的食物 公園裡只見醫師為民眾進行基礎的血壓量測及簡單的醫療服務 而最近正值氣候不穩定 像腸胃道出血、腦中風、心血管疾病患者增加 醫師也提醒民眾注意身體保健的方法 那主要是要來關心我們的一些街友 還有附近的里民社區那些老人家 我們提供一些簡單的一些醫療服務 一些血壓量測、胃教的這些部分 那希望也是能夠協助我們的里民 對一些健康的一些概念 這陣子除了新冠肺炎之外 還有像說冬天的時候心血管疾病也比較多 像腦中風、心衰竭、腸胃道出血 還有一些呼吸道的、呼吸衰竭的病人 其實最近都還蠻多的 那大家要注意一下個人的保健 選議員宋淮林肯定這項善行意據 也提醒民眾在多變的季節裡要注意保暖 尤其老年人更要多多保護自己的身體健康 布立醫院也因為疫情的關係停辦了好幾年 一直到今年他們看疫情已經逐漸散去 所以才再繼續再辦這個疫診的活動 那麼我們非常感謝布立醫院的愛心 當然也感謝家和社區的付出 因為他們每一年都配合 除了唱歌、跳舞、帶動以外 也組一些手指給這些長輩起來享用 我們希望我們的長輩都能夠健健康康 而且快樂地生活在我們南投 南投醫院結合家和社區辦理健康疫診 並提供熱食 縣議員宋淮林肯定這項善行意據 在這個季節裡 溫暖了許多街友及民眾的心 也希望藉此灌輸民眾保健常識 守護自己的身體健康 記者王水仙南投採訪報導